丈夫去世了,我带着六岁的女儿改嫁,嫁给村里的一个光棍,新婚当夜,我的女儿居然跪着求我不要结婚,赶紧离婚,这是怎么回事呢?下面来看看我的女儿是怎么说的吧。 我叫赵小曼,一月前,我父亲在外地施工发生意外去世了,我母亲临清宴赶去外地,将父亲的尸体火化,最后抱着一盒骨灰回来。 不久,村里就有人给我母亲说媒,让她嫁给了同村的单身汉周鹏城。 结婚前一天,媒婆杨沈带着一套红嫁衣来,喜气洋洋地道贺,清宴啊,你可真是好福气啊,老周这些年单身,可存了不少钱,你瞧瞧,这红嫁衣多体面,这还有一副金镯子是给你的。 我母亲勉强露出笑意,叹气道,要不是老赵发生了意外,家里又没了收入,我是万万不会再嫁呀,杨大姐,你也不用向我道贺了。 杨沈依旧笑呵呵地安慰道,你男人死得早,是命不好啊,你家姑娘又还要钱上学,你嫁个疼你的,也没啥错,村里人不会乱嚼舌根。 杨沈安慰了几句,母亲脸上的表情才自然了些。 如夜,母亲将金镯子戴在左手,将那套红嫁衣披在身上试了试,脸上渐渐露出一丝欣慰的笑。 我心里五味杂沉,抱着父亲的骨灰盒走到母亲身边。 妈,听说那老周以前坐过牢他腰是对你不好,可咋整,我心里希望我妈过得好,但刚失去了爸,现在妈又要出嫁,我心里空落落的。 从心底里,我不希望母亲再嫁,母亲摸着我的头,沉声道,妈儿,妈也是没办法,你要钱上学,咱娘俩要钱吃饭,咱们要生活下去啊。 我依偎在母亲怀里,不再说话。 第二天一清早,屋里就闹哄哄的,挤满了人。 我看到村里人都来家里吃喜糖,几个婶子围着我母亲,帮她梳头,穿衣,点胭脂。 很快,屋外响起了鞭炮声。 单身和周鹏城同样穿着喜服来接我母亲。 周围人都在起哄,母亲脸上竟然露出了害羞的表情。 我心里憋得慌,一个人抱着骨灰盒躲在角落。 到了下午,我跟着一群人去了周鹏城家。 周鹏城家门口摆满了酒席,村里人都跑来道贺,吃酒。 他们看见我,眼里带着细血妈儿,你喜欢你后爸不,你妈可嫁人了,顾不上你了,这孩子咋抱着个骨灰盒跑来跑去,多不吉利。 他们的话窜入我耳朵里,我就当没听见。 到了傍晚,周鹏城带着我妈给村里人敬酒。 各位乡亲们,多谢你们特意跑一趟,我周鹏城终于有媳妇了。 哈哈哈哈,周鹏城脸上笑出了许多褶子。 话音刚落,就有人点响了炮烛。 他们这对新人就在热烈的鞭炮声中依次向每个桌敬酒。 敬完酒,我妈才注意到我,不悦道,妈儿,快把你爸的骨灰盒带回去,我撇着嘴,心里不是滋味,我要让我爸看到你结婚。 我妈一时语色,想要再教训我,却被周鹏城拉住了,轻艳,别为难孩子,他还小,刚没了爸,就顺着他吧,我翻了一个白眼,不领情。 我妈又想凶我,我撒腿就要跑,刚跑出去就一头栽在一个硬邦邦的东西上,我懊恼地抬头,与之怒似的正是一双阴森森的眼睛。 我妈看到了我这边,扯着嗓子惊恐喊道,妈儿,快跑,我来不及多想,转身就要跑,却被一双强有力的手紧紧攥住。 紧接着,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妈儿,我浑身一僵,一阵恐惧从后背袭来,我爸杨昊早在一个月前就死了他的骨灰盒,还在我怀里。 可这人的声音,却和我爸的声音一模一样,难不成,是鬼,我一个机灵,拼命想要挣脱,却怎么也挣脱不掉,村里人都被吓得不轻,只听到人群中有人喊道,快,去拿黑狗血。 我妈更是一脸惊恐,苦苦哀求道,老赵,你安心走吧,可别拉着孩子,妈儿还小,他得留在我身边,此时,我更加确定钻住我的东西是鬼。 但这鬼不是别人,是我爸呀,我心里五味杂陈,直到身后的声音再次响起,我没死,我是人,没死,我心里更为震惊,刚才的恐惧此时全变成喜悦。 爸,我转身,抬头对上那张消瘦了许多,几乎快认不出的脸,激动道,太好了,爸,你没死,我妈同样震惊,情不自禁地走过摸着我爸的脸,激动地泪流满来,面,骂道,你个混蛋,你没死啊。 这时,我举着怀里的骨灰盒,语惑道,爸,那这骨灰是谁的,我爸这才解释,原来是工地上的人将别人的尸体火化,但是却通知错了人,而刚好,我爸这个时候被分配到别的地方,就这样阴差阳错,闹了场乌龙。 这时,杨沈不合时宜地惊呼道那这婚礼怎么办呢,还结不结婚了,我妈一脸尴尬,向周蓬成道歉,老周,这,实在对不住,我男人还在,我不能嫁给你,你放心,你的损失,我们都会赔偿给你。 我爸又走过来,郑重道,老周,你放心,回头我给你重新介绍个大妹子。 周蓬成脸上这才露出了笑脸,白白手道,哎,这么客气干啥子,都是一个村的,你竟然平安无事地回来,你老婆当然要还给你,不过下次啊,你可要早些回来, 否则,这生米煮成熟饭,就说不清楚了,村里人都忍不住顺着周蓬成的话起哄。 最后,这场婚礼变成了我爸的迎接会,村里人都庆祝我爸平安归来,而那个骨灰盒也被送到了他真正的家人手里。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爸决心留在村里做点小生意,一家三口永远都不分开。 至于周蓬成,虽然以前坐过牢,但好在态度端正,心底善良,勤劳能干,在杨沈的撮合下和隔壁村的寡妇结了婚,终于摆脱了单身。 好了,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此地无银。 高一那年,我爸外面有人了,瞬间变了脸,还逼着我妈净身出户。 我心想不可能,可我妈竟然乖乖同意了,我觉得她傻透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妈没领证,就跟了我爸,根本分不到钱。 为什么没领证?是因为我爸根本没离婚。 后来,我妈生病了,我去找我爸讨钱治病,钱没拿到, 我爸还带着原配来抢回我们住的房子的房产证。 我红着眼问他,爸,你想让我去死吗? 他却用冰冷的声音回答我,关我什么事。 我妈怀着我预产期快到的时候,市场上白银价格大涨, 翻倍的价钱都有大批的买家等着接。 我爸笑疯了,因为他那个快破产的工厂, 每个设备都有大量的白银部件。 我出生的那天,他卖出了厂里最后一块儿白银, 挣了一大笔钱,后来因为这笔钱, 他做其他生意也风生水起。 我就被他封为了福星,还要给我起名周永吟, 我妈听了只喊救命。 这哪里来的午时候遭老头的名字? 最后,在我妈坚持下,我的名字就成了周寅寅。 周寅寅从小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 住在三层别墅,坐着奔驰的。 就在我以为,本大小姐这辈子就这么快乐下去的时候, 我爸变了。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我爸生意做大后, 他就满心想生个儿子继承偌大的家产。 我觉得挺好。 以后,弟弟杨姐姐,我就躺平当个老公主, 不失为一段佳话。 后来,如他所愿,儿子出生了。 只不过,不是我妈生的。 我很气,下半身思考的男人, 喜心厌旧,怎么能如此对待我妈。 我去找她, 她却指着一个比我妈年纪还大的女人说, 周寅寅,如果你想过好日子, 以后叫她妈。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跟面前的大婶比起来, 我妈简直貌美如花, 她这么大岁数, 怎么生孩子。 爸,你被绑架了, 就眨眨眼。 可我爸并没被绑架, 那女人是他妻子, 领了证的那种。 我妈才是拿不出手的外事, 我是外事生的野种。 正妻老棒生猪, 外事带着野种滚蛋。 那年我十五岁, 还没来得及叛逆, 就重叛亲离。 母瓶子贵这件事, 你们是从《甄嬛传》里知道的, 我是亲身体验的。 那女人生了儿子后, 说什么我爸都遵从, 我拒绝了换个女人叫妈, 我爸把曾经给予我和我妈的一切都收回了。 我从一个穿金带银的大小姐, 一下子变成了穷鬼。 我和我妈想反抗, 可是失败了。 那时候, 我学会了两个心词, 婚姻存续期间和夫妻共同财产。 原来, 我和我妈是人家两个人婚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换养的狗, 主人不想要了, 我俩就成了野狗。 我妈独自去和我爸面谈, 她红着眼红着脸回来的, 最后我们争取到了一套老城的老破晓。 我妈拿着正来的房产证, 拍着胸脯, 你放心, 我一定供你上大学。 我不太信, 连现在这个房子都是我爸名下, 你用什么供? 工作? 创业? 微商, 我还没想全她能干什么, 她自己已经定了位, 给你找个后爸。 这就是我妈的脑回路。 高一下学期, 她告诉我, 她给我找了个房子, 在学校附近住, 我爸给我俩的这个房子, 离我学校一个小时, 搬过去后每天上学十分钟。 我很错愕, 你会找房子。 我妈挺起胸膛, 为了你能考个好大学, 妈妈肯定要努力。 我还是不太信, 但我只是个高一学生。 不信我也会听妈妈的话。 搬家那天, 在我终于放下最后一个箱子后, 一个男生出现了, 一个比我大两届, 现在上高三的校友, 满头自来卷, 表情又冷又苦。 妈,我一个女孩子, 你还给我安排了一个室友, 还是男室友? 我妈跟我说, 她是在一次家长会的时候, 门口碰到了男孩的爸爸, 一个有空房, 一个要找房, 平时房子里只有男孩一个人, 俩人正好互相照顾。 所以一拍即合, 让我住了进来。 她坐我对面, 跟我讲了半天同住规则, 可我望着她却出了神, 满脑子闪过的都是挂在教室门外的那种大相框里的照片。 我物资问了一句, 有人说你长得像牛顿吗? 牛顿认为我是智障, 并给予了人道主义回答。 有病。 牛顿不叫牛顿, 他的真名叫高斯。 这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吗? 还不是个伟大的数学家。 高斯这个名字, 让我一度怀疑他是理科学霸。 事实却是, 高斯学习很烂, 数学尤其差。 高斯不喜欢他爸, 他爸让他好好学习, 高斯懒得理, 每两句俩人就会吵起来。 高斯爸爸, 你看看人家周盈盈, 你怎么就不知道好好学习? 高斯, 那你让他当你孩子, 看看人家愿意吗? 无辜的我坐在书桌前, 听着高斯爸爸摔门而去。 我走到客厅, 对一脸怒气的男孩发出了疑问。 高斯, 高中生也会叛逆吗? 他再次给了我相同的回答, 有病。 高斯很贤惠, 可是他爸爸没发现。 每天放学后开始做饭, 他把土豆刮成薄薄的片, 再一点一点地切成细丝, 淡黄色的细丝在他手中慢慢变多, 直到堆满整个案板。 我经常这样偷偷地看他, 心里想着我爸以前在家切土豆丝的时候, 也是这么专注。 谁又会想到, 那个如此顾家的男人, 撕破脸的时候, 会是如此决绝。 没有人知道, 我有多么想念我爸。 想到哭, 想到对着课本出神, 想到找个圆规, 在胳膊上扎个洞, 再一点一点把血擦干净。 可我妈不知道, 我爸更不知道。 只有高斯发现了我的精神状况不佳, 他曾经在深夜抓着我的胳膊睡着, 因为他怕我会趁着他睡着, 做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其实我不会的, 我只是想转一下疼痛。 转天高斯去班主任办公室, 帮我请了假。 周寅寅来了大姨妈, 这周先不来上课了。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就爱对某些事情上纲上线, 而且毫不掩饰。 我遭到了面对面嘲笑, 语言攻击里甚至包含了我跟他同居的种种细节。 就连否认都被强行驳回, 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来大姨妈? 我白口莫辩。 高斯就在我的泪眼婆娑中跟某个同学扭打到一起。 那天放学后我刻意躲开高斯, 快到家了他才追上我。 那些傻子的话不用放在心上, 你才是那个傻子吧? 请假为什么要说那个? 你们女生请假不都这么说吗? 我就随口编了个理由, 我满脸黑线。 我和高斯的这段绯闻终于快销声匿迹的时候, 另一个花边新闻又出现了。 我俩成了配角。 我和高斯放学回到家, 推开门的那一刻, 我妈和他爸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笑得暧昧而刺怒, 手互相搭在对方的腿上。 高斯呆愣住在原地, 拳头握紧。 我和他不同, 迅速理解了这个场面。 因为我妈被抛弃以后, 每次见了男人都搔手弄姿的样子, 我见过无数次。 而且, 高斯的爸爸凭什么白白让我住进来? 凭我学习好吗? 高斯上前一步, 立刻拉走了他爸。 我也把我妈带进了我的卧室。 我妈坐在我的床上, 我坐在书桌前, 对着今天的作业写写画画, 无人说话。 因为都在听另外一间房传来的两个男人的争吵声。 一个人问为什么要是周吟吟的妈妈? 另一个人答, 这是恋爱自由, 我们两个都离异, 在一起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 只是你不懂自己的儿子。 那边的声音渐弱, 我妈满脸愧疚, 嘴张开几次也没说出话。 妈, 你知道靠男人不靠谱吧? 我妈想被我戳中痛点一样, 立刻反驳我。 她是个好人。 她是个好人会在儿子高三关键时刻 搞这种事情吗? 她是个好自私的人还差不多。 我不说话了。 在这一套老房子里, 客厅作为分界线, 一边吵得不可开交, 一边静得连话都没有一句, 一静一动是我和高斯不同的心境。 高斯的爸爸又摔了门, 喊了一声, 我妈就跟在后面离开了。 高斯冲到我的房间, 拽起我的胳膊, 我们离家出走。 我被他激烈的情绪撞了一下, 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走去哪里? 去哪里都好, 离开这里。 我扒开他的手, 然后呢? 高斯的声音弱了一层, 我可以自己挣钱。 我们搬出这里。 高斯, 我不会挣钱, 我还要上学, 现在也高三了, 扛过这一年, 进入大学就好了。 我挣学费给你, 我一分一秒都忍不下去了。 怎么挣? 是去工地搬砖? 还是给人帮除? 虽然我爸抛弃了我, 但我还是从这个老板身上学到了一些社会上的残酷真相。 我看过他为了留下一个高学历专业人士的卑躬屈膝, 也见过他拿打零工的人不当人的巨傲。 高斯现在去混社会, 除非他能救了哪位企业家的老命, 不然他的结局现在就已经书写完毕。 高斯, 我不想一直被人当狗, 想要的时候招招手, 不想要的时候扫地出门, 我要出人投地, 靠我自己。 高斯声音陡然提高, 我会照顾你的。 高考有什么用? 能让你出人投地吗? 我沉默了一会, 高斯是很好, 但这样的知识无用论, 让我有些震住。 成绩不好的人说, 高考无用是没说服力的, 面前的少年顿了一下, 我继续说, 你照顾不了我, 你连自己的人生都是一团乱。 高斯眼中的光, 愤怒的, 稀记的, 期盼的, 在我说完后, 全都暗了。 我劝高斯接纳现在, 高三不要搞事, 等到有反抗能力的时候再说。 但他听不进去, 转天一早, 他就不见了。 他也不是离家出走, 只是跑去外面住了, 该上的课还是会去, 在学校的时候碰到, 他会装作看不到我静止走过。 后来, 高斯的爸爸娶了我妈, 住进了本来只有我和高斯的这个房子, 俩人每天如胶似漆, 他的爸爸在厨房忙碌的样子, 让我想到了高斯, 也想到了我爸。 高斯如果不走, 这样的局面虽然难受, 但我俩至少还可以互相慰藉, 他离开后留我独自面对。 我很窒息, 时间不管人世间的喜怒哀乐, 总是按他自己的规律 一分一秒地变换着四季。 高斯进了本市的一个大专, 我也来到了高三的关键时刻, 可我妈却病倒了。 高三了, 不要影响你学习。 他没有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 只看到他去了几次医院。 可高斯爸爸开始夜不归宿了, 见到我和我妈的时候, 说得最多的就是麻烦脱油瓶, 我才知道我妈的病应该很严重。 四十万, 是我刷题的时候, 旁边房间传来的字眼。 我妈确诊了一线癌, 做手术加上护理, 大概需要四十万, 而且只多不少。 他们先是小声说话, 然后声音渐大, 最后吵了起来。 这些年, 你花了我多少钱? 是不是找我之前就想好了 让我掏钱给你治病? 我在门缝里, 看到高斯的爸爸歇斯底里地大叫, 并且狠狠地甩了我妈一记耳光。 我打开了门, 冲到客厅, 一脸狠利的男人看到我后, 催了我一句。 脱油瓶, 高斯的爸爸并不是什么有钱男人, 自从离开我爸后, 我妈只想图个安稳, 所以他嫁了。 相濡以沫的夫妻之间, 拿出四十万, 况且都要想一想, 高斯爸爸连想都不想。 他直接拒绝了, 让我妈自生自灭。 我看着他瘫在床上哭成了泪人, 就没告诉他, 去找了我爸。 我想, 这女人终究照顾了你一场, 还生了个孩子, 总不会绝情到这个地步。 我们在老房子楼下的一个豆浆店建的面, 老板熬豆浆的那口锅都还在。 三年来,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爸。 我爸夹着个包姗姗来吃, 给我点了豆浆加了最贵的料, 还有油条。 他说我长高了, 漂亮了, 跟他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楠楠长大了, 马上就是大学生了。 他还是叫我楠楠, 称呼没变, 是不是爱也没变。 我不确定, 但这句话确实给了我开口前的底气。 爸, 妈得了癌症, 你留给我俩的房子我想卖了。 卖的钱给他治病。 提到房子, 我爸脸上依然带笑, 却不如刚才那么自然了。 那套房子, 现在值多少钱了? 我也不太确定, 只说了个大概的数, 大约两百万吧。 涨了不少, 嗯, 我查了下, 手术这一次前后的费用得四十万, 后面如果长期化疗, 网上有人说花了二百多万。 我爸沉默了一会儿, 我跟你阿姨商量一下, 说完也不等我回答, 就喊了老板, 这在家碗豆浆, 爸我喝不下去了, 多喝点。 一周后, 我爸说去登记卖房, 让我和我妈带着房本。 我妈笑了, 这是这些日子, 她第一次露出笑容, 我和学校请了假, 特意打了一辆舒服的车 到了老房子门口那个豆浆店, 爸我们直接去中介那吧, 妈没体力在外面待太久, 就在旁边, 你先点个豆浆喝。 我跟我妈只好坐在折凳上, 喝着破口瓷碗里的浓醇的豆浆, 等着我爸, 半碗还没喝完, 他就来了, 刚坐下, 他看了我妈一眼愣了一下。 我妈现在被疾病折磨得苍老了些许, 早就没了当年分开时的魅力。 我半眉间爬上一丝闲雾, 转过头问我, 房本带了吧? 我点了点头, 带了。 拿出来我看一下, 没问题, 咱们就去中介店里。 我从书包里拿出来的时候, 犹豫了一下, 但还是拿出来摆在了桌上。 我爸没着急去拿, 等了一下才拿起来饭, 点了点头, 没什么问题。 然后就站起身, 我也背上书包, 扶着我妈坐了起来。 我爸回手拦住了我, 我先去问下, 确定好流程, 你跟你妈再过来, 省得折腾。 我妈听到后, 就坐了回去。 我看着她大不留心的背影, 脑子里闪过了很多电视剧的场景, 心里悬着就跟了上去。 刚走一个路口, 就看到了我爸站在一个破旧的绿色铁门前, 和一个穿着花裙子的女人说着话。 这女人肯定不是中介, 因为我认识她, 这不就是母平子贵的原配吗? 看着女人要把房本装在包里的动作, 我当时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抢。 我撒腿冲了过去, 趁着她俩没注意, 一下抓住房本, 女人看见我之后, 顿生警觉, 死死捏住, 另一只手肘还直接对在我的脸上。 她越抢, 我越知道绝对不能撒手。 我爸站在一边, 不知道做什么, 我直接踢腿给了这女人肚子一下, 她吃痛, 我才抢回了房本。 我喘着大气贴在墙边, 死死护住身后房本。 女人眼睛中射出杀人的光, 周卫光, 你是死人吗? 给我抢回来, 被点名的我爸看向了我, 走向了我。 我撒腿就往豆浆店跑, 要带着我妈赶紧走, 可还没等我把我妈从凳子上拽起来。 那俩人就过来了。 我爸岁数大了, 这几步已经气喘吁吁, 银银, 房本给我。 我愤恨怒视着她, 刚刚和房本一起摆在桌上的, 还有我对她的信任, 和对残存的妇女之情的微弱期待, 可她却把这些都踩在脚下。 我没说话, 这时, 女人也进来了。 刚刚被我踹了肚子的她, 现在已经毫无理智, 冲上来就先给了我一巴掌。 你个野种, 还敢跟我动手, 我要你死。 说吧, 就抄起桌上的豆浆碗, 往我头上砸。 我双手护着房本, 根本来不及挡, 只能闭着眼侧身去躲, 希望能躲开, 至少别砸脑袋。 啪, 一声, 随即就是破碗的碎片碎了一地, 极片上还带着血。 等我再睁开眼, 我妈倒在了地上, 是她冲过来帮我挡了。 妈! 我立刻蹲下查看我妈的情况, 她本来就绵软无力, 现在更是躺在地上动弹不了。 头发上流出了一些液体, 顺着她白皙的额头, 蜿蜒出令人作呕的深红色血迹。 那女人, 见了鞋也有点慌了, 着急吼着自己的男人。 傻了你, 把房本抢回来。 我爸本来一直看着躺在地上的女人, 突然被吼得一机灵。 我回头怒瞪向她, 爸, 叫救护车。 做事要伸手的男人似乎清醒了一些, 不再盯着我手里的房本, 开始站在那里不动, 像是思考着人生某项重大的抉择。 女人看自己男人不忠用, 冲过来要自己动手, 但她那个岁数怎么抢得过一个被逼上绝路的青年女孩。 然后她松开了手, 这个女人顶着砸乱的头发, 恶毒地看着我, 然后抄起旁边的折凳, 站在我和我妈面前。 阴森地说了一句, 不把房本给我, 我现在砸死你妈。 整个豆浆店都安静了, 刚刚在拨打120的老板也停下了。 我不理会那个女人, 因为我和她没有关系, 她是我生命中的陌生人而已。 我红着眼看着我那站在一边的亲生爸爸, 问她, 爸,求你, 不要这样, 妈需要卖房的前治病。 我爸不回答, 看向凶狠的女人又被瞪了回来。 我现在护得住房本就护不住我妈, 护住我妈就只能丢了房本, 我只能寄希望与我爸良心放心, 给我们留条路。 女人看出我爸的犹豫又上前一步, 小杂种房本拿出来, 我继续看向我爸。 爸, 是我背着妈约你出来卖房, 你把房本抢走, 你想过我的处境吗? 我成了间接害了妈的凶手, 你想让我去死吗? 我爸听完似乎刚刚才想到这一层, 眼神闪烁, 甚至不敢看我。 豆浆店的每一个人都在等着她的回答。 时间久到整个春天似乎都要过去了, 她给出了回答。 关我什么事? 春风和煦, 人心冰冷。 女人被这五个字激发了身体里的潜能, 大不上钱就要抢。 我依旧死死钻紧不撒手, 我没什么伤心, 活不下去的人没时间伤心, 只是活下去就已经耗尽心力了。 我爸在刚刚的时间里也完成了升华, 做好了一个关于人性的抉择, 现在和女人一起上前抢房本。 我逼急了, 罩着女人的胳膊狠狠咬了一口, 一块肉甚至被我撕扯了下来。 女人再也没有理智, 不再冲着房本, 而是不打死我不算晚了。 她对着我和我妈拳打脚踢, 肉和骨撞击的声音伴随着我妈凄厉的哭声, 残忍地撕裂我的耳膜。 他们终于抢走了房本, 胜利者一样站在我前面。 我妈却不行了。 哦, 大口的鲜血从她口里喷射出来, 染红了我的整个世界。 高思来的时候, 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 脸上挂着踩手在灵堂前。 此时, 我脸上的伤已经从当初的溃破结了架。 所谓的继父, 全程都没出现。 我也是在我妈走后才知道, 她们一直都没领结婚证, 多么傻的女人, 终其一生, 都没有过合法的丈夫。 我妈的后世, 高思都在忙前忙后, 她怕我伤心, 怕我劳累, 怕我想不开, 几乎寸步不离。 她想多了, 我还有很多事没做, 我不会寻死的。 但我妈下葬后, 我爸出现了, 她是和社区和妇联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的。 因为我距离成年还有半年多, 虽然是个非婚生, 我妈走了, 我爸依旧有养我的义务, 附近的邻居都知道我亲生父亲是谁, 就把他带来, 对我说让我以后和他一起生活。 在外人面前, 我爸充满着愧疚和歉意。 盈盈, 爸爸对不起你。 我没说话, 社区的工作人员劝慰我, 小姑娘, 节哀顺变, 你现在还在高三, 还得好好读书, 回去跟爸爸生活, 考个好大学, 人生还长着呢。 我看着这个戴着眼镜圆脸的女人, 出了神。 人生还长着呢? 是, 我有大把的时间让这些畜生付出代价, 我低下头, 半天不语, 他们继续劝。 我在抬起头, 已经满脸伤感的泪水。 谢谢阿姨, 我会听你的之后跟爸爸一起生活, 奋发图强, 考个好大学。 他们可能没见过我这么懂事的孩子, 毫无叛逆之心, 还懂得感恩, 烈火烹油又给我爸上了一课。 以后好好对待自己闺女, 注意她的心理, 千万别让家里的老婆亏了她。 转头看我, 小姑娘, 以后在家受了委屈, 随时来找我们。 我微笑着看着大家, 嗯嗯, 谢谢阿姨。 我爸又和大家寒暄了几句, 起身送他们出去。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她的身影, 一个目标在心里慢慢形成。 你们等着下地狱吧。 高斯不懂我为何愿意 去那个水深火热的地方生活, 因为她并不知道那天在豆浆殿发生了什么。 虽然不少路人都看到了, 但高斯和她的爸爸接触不到这些人。 周盈盈, 我不懂你, 你就必须过大小姐的生活吗? 你明明不喜欢你爸。 我不知道到了此刻, 为何她都要来质问我, 要我全盘拖出自己的想法吗? 我做不到, 我只是回答了一句, 我不喜欢他们, 我恨他们, 可是不喜欢, 就不做了吗? 那天我和我妈挨揍后, 送到医院没多久就断了气, 那时, 我的泪在挨揍的时候, 在等候手术的时候哭尽了。 我看着盖着白布的我妈, 签了尸检申请。 什么妇女情?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要她们给我妈陪葬。 葬礼那三天, 我无数次在无人处 拿出试检结果翻阅。 送那个女人进去, 凭这个就可以, 但送我爸, 怕是还不够, 加上他俩还有要赡养的孩子, 怕是也会轻盼。 我不甘心, 我妈也不甘心。 所以, 我把那几张纸锁了起来, 换上一副逆来顺受, 接受命运摆弄的模样, 决定闯进龙坛虎穴, 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少年气盛, 他愿意倾尽全力照顾我, 却不肯往深处多想一分。 高斯怒其不争, 离开了。 这是他第二次离开了, 丢我一个人在原地, 每一次都是决绝的。 高斯, 你应该想想, 那个声称要靠自己的女孩, 怎么会转头为了物质, 就原谅一个抛弃家庭的男人。 我也会告诉了你, 我恨他们, 但你却从不真的用心了解一下。 你这么有志气, 为什么却偏偏没脑子? 我搬去和我爸和那个女人同住, 日子过得十分激荡, 闹剧一幕接着一幕, 令我目不暇接。 开水烫我的手, 留下馊菜给我吃, 扔掉重要的错题侧, 假装没听见我敲门, 让我在门口睡了一宿, 导致我看着哈利波特的姨父和姨妈, 都觉得慈眉善目了。 我没有露在外面的肌肤, 时常亲子一大片, 他打完我, 我就躲在卫生间。 耳边是门外那女人疯狂地辱骂小骚货, 我要你不得好死, 我不在乎, 因为忙着对着镜子, 拍下自己每一张受虐的身体照片, 加上日期, 存在云盘里。 看着那女人花样翻新地虐待手段, 我只想对她说一句, 燕雀安之洪湖之至, 你哭的日子在后头。 就这样的日子, 我过了四个月, 高考前夕, 我已经不但以最坏的恶意 猜测这个女人, 为了躲开她的阴招, 我偷偷跑到外面租了个破旅馆。 就这样, 我终于离开了这个令人作呕的地方, 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 我的大学生活, 跟别人不一样。 周一到周五, 我白天上课, 晚上十点到凌晨四点, 去酒吧做服务生, 剩下的时间是吃饭和睡觉, 每天一百二十元, 是我的生活费和学费。 周末去一家贸易公司做兼职, 他们有大量需要翻译的英文资料, 我从早上九点做到晚上六点, 能赚一百元, 这些钱可以用来买书, 还能存下一点零花钱。 上海的繁华与我无关, 我每天埋在学习和工作中, 不参加聚会, 没有假期, 也没有娱乐。 因为我不能停下, 停下就会挨饿。 支付宝里的钱渐渐多起来, 除了我赚的, 还有高斯打过来的, 他知道我的手机号, 不全了我的名字, 就时不时给我打钱。 每个月, 少的时候他会给我五百, 多的时候有两千。 这个钱让我知道, 高斯赚的也不多, 这些钱我没有动过, 一直放在理财里, 等待一个机会还给他。 我跟我爸住一起后, 他的生意这一年, 又开始风生水起, 可能我的八字真忘他。 这个老制造业的人和他的正妻 一起玩起了国际贸易, 既做越南大牌尾单售卖到国内售卖, 美其名曰进口服装, 也做国内基础服装出口到海外。 我从未放松对他们信息的打听, 豆浆店的老板时不时就会告诉我, 班里一个进了我爸公司的同学, 也会给我发来消息。 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性, 就是看过我被揍的惨样。 我的大学生活, 一个人就像干了三个人的活, 所以身体不怎么好, 经常滴血糖, 只要饿, 马上就会眼前发黑, 心慌气短。 那是个周六下午, 我还从打工的贸易公司出来, 就晕倒在工位, 营养不良, 加滴血糖。 醒来的时候, 在医院的床上, 我看到一个男人的侧脸。 他坐在旁边专心地削苹果, 因为低着头, 我的角度只能看到碎发中高挺的鼻子。 这是谁? 我挣扎着要起来, 男人注意到了我, 转头看了我一眼。 你别动, 省得又晕了。 然后按了灵教护士。 你是谁? 我戒备地看着这个穿着衬衣西裤的男人, 只见他下一秒啃了一口自己削好的苹果, 吃下后对我说, 你老板, 你在我公司晕倒了, 你知不知道, 作为员工, 无论是否兼职, 都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吓我一跳, 以为你要猝死了。 然后摆出领导的脸, 等着我的回答。 我看着他手里少了两口的苹果, 咬过的地方汁水流下, 很甜的样子, 可能我真的饿太久了, 开始张口要饭了。 那个, 苹果, 不应该是削给我吃吗? 他愣了一下, 又啃了一口苹果。 你都减肥减到营养不良了, 还有心气儿吃苹果。 我无语, 想吃。 他耸了下肩, 那给你吃吧。 说完就把那啃过的苹果, 递到我嘴边。 不是, 我的意思是, 能给我削个新的吗? 他看出, 我目光里的迟疑, 我懒得削了, 你吃另一边就行了。 说着, 就把没咬过的一面, 塞到了我的嘴里。 我虽然无奈, 但是苹果的香甜, 顿时沾满口腔, 让鸡肠碌碌的, 我忍不住吃了几口, 吃到只剩下他咬过的部分。 大夫和护士来了之后, 给我做了简单的检查, 给我开了一些药, 告诉我下午就能出院。 我看了眼价格, 有那么一瞬间的窒息。 旁边的男人看出了我的心思, 一把抽走药单, 在公司晕倒的, 公司报销。 说完也不等我回答, 就往外走, 快走到急诊门口的时候, 对我喊着, 赶紧收拾, 走了。 等我走到医院大厅的时候, 他已经拿了一大袋子要等我。 走吧。 杨玉晨开着他的豪车, 送我到寝室楼下。 同学看到后, 好奇万分, 一个病奄奄的女生, 一天未归, 现在从豪车上下来, 还拿着一大包药。 他们脑补出一出什么戏, 我不用说, 你们也能猜到。 回到寝室后, 室友讨论着豪车里 到底是什么样的男人, 我也和他们一样好奇, 不停地在天眼查上 和各种网站上 查着杨玉晨。 原来他不止有这么一个 做零部件进出口的公司, 还有一个食品贸易公司, 一个服装进出口公司。 那个服装进出口公司 注册资本是八千万, 证明这个公司规模 至少在五百人以上, 年营业额五至十个亿, 比我爸公司的规模大多了。 我正闷头在电脑中, 室友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周盈盈, 拿下她呀,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呀。 说着无意, 听者有心, 我看着她兴奋的目光, 好半晌后点了下头。 好, 拿下她, 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我辞了酒吧服务生的工作, 专心在杨玉晨的公司兼职。 那天, 她中午下午来了公司, 她走到自己的办公室后, 我拉了拉身上的短裙, 这是酒吧的女陪酒告诉我的, 拿下男人, 这裙子是利器。 我拿起在茶水间泡好的咖啡, 敲了她的门。 杨总, 给你煮了咖啡? 听说你爱喝苦一点的, 我这边正好有人送的哥伦比亚的豆, 给你煮了一杯。 杨玉晨闻声抬头看我, 打量了一下, 皱了眉头。 谁不要的衣服, 你捡起来了? 她把我问得愣住了, 这人嘴怎么这么毒呢? 我堆着笑, 不好看吗? 丑! 我一时没忍住, 放下咖啡, 转头就走了。 第一次勾引, 失败。 杨玉晨和高斯很不一样, 她精于算计, 看人的眼光毒辣, 跟人谈生意的时候, 目的万分明确, 为了结果, 可以不要面子, 能屈能伸, 高斯不同, 主义至上。 酒吧的姐姐说, 要勾引一个男人, 就要创造独处的机会。 所以, 我拼命表现, 终于争取了一个, 作为随行翻译, 和杨玉晨一起出差的机会。 等送走合作方, 只剩我和她两个人在餐厅, 我故意伸出手, 谈了谈她的肩。 有些灰尘, 杨玉晨盯着我不说话。 周盈盈, 你是不是看上我了? 她开门见山, 我本能想反驳, 但又停下了。 她既然挑明了, 我应该趁这个机会更进一步。 是, 怎么? 不行吗? 哦, 看上我哪了? 看上你的钱了? 我见过她对虚伪的人嗤之以鼻, 我不如实话实说, 况且, 有钱不也是, 一个男人实力的象征吗? 她又不说话了, 沉寂了半晌。 突然开口, 原来不是看上我的人。 会赚钱的人, 通常都很努力。 杨玉晨对工作事无巨细, 除了睡觉上厕所, 就是在工作。 这样的人, 另一半当然也要是积极上进的女生。 我和杨玉晨在一起了, 但她根本不像其他男朋友一样, 宠。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根本不是我那些一条短裙一杯咖啡的小花招勾住的她, 反而是我累到晕倒打动了她。 肯吃苦的女生不多了。 为了勾住她, 我必须更努力地工作了, 她也抓住一切机会训练我。 我想依靠自己的能力上位, 而不是靠恋情, 所以我俩并未公开这个关系。 对于这一点, 杨玉晨很是赞赏。 我们最多在大家都下班后, 坐在她的车里一起回到她的住所。 就这样, 我在她身边待了一年, 一边找到和我那亲生父亲密切合作的机会, 一边应对着杨玉晨时不时丢给我, 我的考验。 即将毕业了, 大学这四年, 我从未回去过。 但毕业后这个暑假不一样, 我坐上了回去的高铁。 下车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那熟悉的豆浆店里坐一下。 我坐在那天, 我妈被打到吐血的位置上, 一口一口浅浊着碗里的豆浆, 老板也并不上前打扰。 豆浆还是那么的醇厚, 我的恨也没有半点消融。 然后, 我去了我妈的墓前, 待了整整三个小时, 和她说我交了男朋友, 但大概率是要辜负人家, 也和她说, 你个傻子。 早就跟你说靠男人不行, 还跟她说, 生病了不早说, 我打工也可以赚到钱。 等到再回去的时候, 已经晚上了。 我站在灯火通明的那个所谓的家门口, 看到我爸和那个女人, 和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在一个圆的红木桌上, 其乐融融, 女人给男孩包了个虾, 放在了他的碗里。 我笑了, 就让你们再幸福一会儿吧。 转天, 我给杨玉晨发信息, 和英国Smith的服装进口项目, 可以让我带吗? 杨玉晨有些吃惊, 刚毕业就想当leader了, 就是想独立地做一下订单。 然后, 一个PDF和一个Excel表就发过来了。 有问题问我, 不准给我亏钱。 没问题, 老板。 Smith这一单并没有什么特别, 我过往也在杨玉晨的带领下做过不少次, 但有一项是我看重的。 杨玉晨为了接税, 所以用一家离岸公司来和Smith公司签约, 这样的公司对外可以接收美金, 对内也可以用美金跟工厂结算。 换句话说, 跟外国公司合作, 我们是国内方, 而跟国内合作, 我们是外国公司。 回到上海, 以离岸公司的名义, 我发出了业务联系的第一封信, 发给我爸那个公司的, 公司的业务对接人叫Frank。 我叫Jenny, 我像普通的客户一样, Jenny要他们打压, 然后根据样品下了几个小订单。 交期正常, 货款及时, 这对于国内的公司来说, 是潜在的大客户标志。 然后Jenny告诉他, 我们公司有大单要下, 正在寻找有实力的供应商。 Frank发出公司的详细资料, 积极争取机会。 然后我就没有再回他了。 这叫心理战术, 是杨育晨教给我的, 做订单一定不要急, 越着急的一方越被动。 两个周以后, Jenny才回了Frank邮件。 这是欧洲人的工作习惯, 要慢, 但要一板一眼。 他们有一个一百万件衣服的订单, 分三批出货, 只要他们能接下来, Jenny会帮他争取。 Frank了两天没有回复。 第三天, 他告诉Jenny, 老板已经决定了, 这个大订单, 他们接。 这笔订单的货值, 高达五百万美金。 我对我爸的资产做过调查, 虽然他号称有上亿资产, 但能用的也就五千万人民币左右。 这笔订单利润不错, 如果没有问题, 他们将在半年的时间 赚一千多万人民币。 利润高, 加上优质客户, 应该值得他们拼一把。 商场如战场, 他果然要接。 然后敲定合同细节, 在付款方式上, Frank要求预付百分之二十。 我没有回复。 三天后, 他又发邮件说 也可预付百分之十。 我依然没有回复。 等了一个周, 他提出可以用信用证付款。 信用证是银行为买家担保开具的。 理论上来说, 如果买家不付款, 银行就会带买家偿付。 对于银行, 大部分国人都是信任的。 但在国外, 开具信用证的银行或许就是垃圾。 比如我, 就能找到这类垃圾银行。 当然, 这些国内的小企业是不知道的, 它需要在教训中摸索经验。 而我, 已经被杨玉晨训练成为鼠手。 收到信用证以后的Frank, 彻底地忙了起来, 加班赶工, 加班交付。 首批的五十万件衣服, 终于在千呼万唤进了集装箱, 上了船。 这批货的到岗时间是一个月后。 按照合同约定, 货到岗以后, Jenny立刻安排付款, 然后Frank第二批的三十万件就可以开始装船。 但我很清楚, 尽管第二批还未装船, 但他们肯定已经在生产中。 这就足够了。 就在Frank每天批了命找我付款的时候, 高斯联系我了。 他说他回来了, 想给我妈去扫个墓。 我俩站在我妈的杯前, 心情早就今时不同往日。 隐隐, 你过得好吗? 高斯, 我过得很好。 高斯和我聊了很多他最近的事情, 开了一个手机修理店, 收入不错。 恭喜你。 你呢? 我? 我还在等着给我妈报仇呢? 高斯愣了一下, 说了一句, 可能不需要你动手了。 我一惊, 什么? 我的高中同学 在你爸的公司, 说你爸最近为了做一单生意贷了款, 但对方迟迟不付款。 什么? 他是我好哥们, 估计也会被连累, 现在你爸下了最后通牒, 如果对方无法付款, 你爸会把他送进监狱。 我心里有些乱, 但装作无知的样子。 这, 要以什么理由呢? 最多就是审查不严吧。 说是贪污, 编造他勾结对方, 为了骗取货物。 你爸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情, 这种帽子都往人家脑袋上扣。 高斯又说了很多, 但我已经听不进去了。 对不起高斯, 对不起Frank, 这个事我必须做。 杨育晨给我打了语音, Smith这单进行得顺利吗? 很顺利呀, 我有些心虚, 那我怎么听说, 你都付不出款了? 果然, 什么都瞒不过他。 对方公司法人周卫光 跟你一个姓, 还跟你同一个地方的。 银银, 你真是觉得 我什么都猜不到吗? 是我对不起你, 等货到了, 我把这个离岸公司注销掉。 Smith, 那我已经打好招呼, 可能会出现主体换签。 他说没问题, 注销的公司 国内很难查到, 这件事就算结束了, 这次的损失 我以后不及你。 杨育晨苦笑, 你想怎么处理那批货? 不提货, 到时候发邮件, 说他们做的产品质量 不合格, 拒绝提货。 那时候, 就是周卫光哭爹喊娘的时候。 杨育晨叹口气, 事情既然做了, 就随你吧, 我不拦你, 但是产生的后果, 你已经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 包括和我的结果。 是, 杨育晨不再说话, 挂断了语音。 我脱下了职业装, 换上了一个穷困女生 该有的漏线头的 卫衣牛仔裤, 拿着这么多年 积累在手里的证据, 去了豆浆店门口的派出所。 我要报案。 半小时后, 我爸和那个女人 就来到了派出所。 看到泪水连连的, 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小畜生, 白养你, 还告老子。 女人也挥着拳头冲向我, 我看你就是贱, 不打你不知道自己老几。 我一脸惊恐, 直往警察身后躲, 调整方向, 让他们的脸正好能被大厅里的摄像头拍到。 我怕, 我斗如筛坑。 警察见打人者还这么猖狂, 正义感顿时上来了。 周卫光, 你带着你娘们坐好, 这是派出所, 跟谁在这耍横呢? 小地方的派出所, 互相都认识, 没事的时候搭两句, 你犯事了, 可没人愿意站在你那一边。 最后, 我们被叫到了一个调解室, 我和那一男一女坐在对面, 旁边是警察问话。 周盈盈, 对方是你的亲生父亲和养母对吗? 是的, 你来报案, 就是说他们打你是吧? 是, 我一一作答, 旁边的小警员逐字记录。 你刚刚给我看的证据, 你拿出一下。 我乖乖拿出那部我爸留给我的恩手手机, 打开已经下载到相册的照片, 推到警察面前。 就是见多识广的警察, 看到我的照片后, 也皱了下眉, 然后又递给了我爸和那女人。 这是你俩谁打的? 俩人看到照片一惊, 但多年生意场的训练, 让他们迅速恢复思考, 开始把话题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警察同志, 你知道的, 现在那小孩子叛逆可厉害, 说两句就不愿意。 周盈盈, 谁打你了? 怎么还记仇做伪证呢? 我大惊失色, 这都是真的, 不是伪证, 我不会说谎的。 警察也问了我一句, 照片确实不能当成最直接的证据。 我低着头, 乌液着, 我妈不在了, 我还在准备高考, 我不敢声张, 我怕他们打我打得更狠, 而且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怕他们来闹, 所以也不敢惹事, 所以一毕业, 我就来报警了。 那女人不服, 你放屁。 警察, 注意你的态度, 不然我要给你上手铐了。 那你还有别的证据吗? 我想了想点了点头, 哟, 当时我躲在厕所, 就他, 在厕所门口拍门说要打死我, 我都录像了, 往后翻就能看到。 警察掉出来录像, 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播放, 门外那砸门的声音, 配上我的哭泣, 显得无限恐怖, 令人压抑。 我爸忍不住了, 还没放完就拿起我的手机光砸在了墙上。 给你花钱, 给你买手机, 你就拍点这些。 我不反驳, 我依旧只是哭。 我要气死他们, 他们越气就越疯狂, 尤其那个女人, 这么多次交手, 我太了解他了。 警察见我爸的举动, 直接给他上了手铐, 然后捡起摔碎的手机, 试图开机, 怎么都打不开, 对面的一男一女送了一口气。 警察问我, 照片还存在哪里了吗? 我看着那一男一女, 点了点头, 还有, 视频也有吗? 嗯, 也有。 那行, 我就不找技术人员, 给你恢复数据了。 俩人气疯了, 坐在那大喘气。 警察大概帮我捋了一下, 因为事情过了很久, 加上我们是一家人的缘故, 恩恩怨怨, 不好一句话说清, 而且, 我也是成年人了, 所以如果我坚持, 也可以上诉。 我唯唯诺诺对警察说, 可是, 我那时候被打, 还是未成年。 警察看了一眼他俩, 那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而且, 我有验伤报告, 二十个小时后, 我离开了派出所。 我爸和那女人也离开了, 区别是我回了酒店, 他们换上了一件橘色马甲, 进了看守所。 持续性多次殴打未成年, 即便是轻伤, 也是三年。 两天后, 我爸先出来了, 我在看守所外等着他, 见他出来的时候, 就迎了过去。 爸, 我爸满眼仇恨, 滚。 我不在意, 你老婆没跟你一起啊, 看来, 大男临头个自飞, 你都推到他身上了。 当然, 他确实没有对我有任何施暴行为, 他只是看着不管而已, 贴干净自己也是有理有据的。 但这么一来, 那女人基本就坐实了犯罪行为。 她看着我, 眼珠子一转, 有了心计。 盈盈, 爸确实对不起你们娘俩, 但你阿姨也上了年纪, 你弟弟年纪还小, 当时你在家, 你阿姨是冲动了一些。 现在你外面打拼也不容易, 爸给你资助一些, 让你以后出去有底气点。 我来了兴致, 哦, 给多少? 他伸出两个手指, 二十个。 我忍不住绩效出声, 拿走那套房就二百多万, 加上我妈一条命, 现在就给二十万, 这个男人还真说得出口。 爸, 你当我要饭的, 那你要多少? 两千万。 什么? 爸你的家产, 据我所知, 得有几千万吧? 我这个野种, 法律上叫非婚生子女, 也是有分割权的, 要你两千万, 不多吧。 我爸怒道, 那不也得等我死了, 才能给你吗? 哪是现在给? 哦, 你计划分给我, 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那也不是现在。 你给完我两千万, 可以签个遗嘱呀, 不会分给我, 以后不就免了这回事吗? 你要是不放心, 我也可以给你签一个 自愿放弃遗产的协议, 你不亏的, 我只是拿走我的那部分。 我爸不说话, 那你考虑考虑, 但别考虑太久, 毕竟我PPT都做好了, 准备把阿姨进看守所的事情 发到网上去, 就按照地点投个流量, 推送给我那好弟弟的学校 所在区域, 儿子是他最在意的, 这个事全家人都知道。 怎么样? 我亲爱的爸爸, 一周期间, 我爸找了很多律师 去救他的发妻, 但都无疾而终, 终于他还是找到了我。 音音, 爸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能不能少给一些? 二百万可以吗? 我没你想得那么有钱的, 我像拖着Frank一样拖着他, 故意不回复。 三天后, 这个数字涨到了五百万, 我依旧没回复。 最后, 我俩个退一步, 一千万。 吸取WXB支流的手段, 我特意带了律师, 以提前遗嘱, 分割为理由收下这笔钱, 以免他一个敲诈勒索 再把我反送进去。 拿到钱后, 我把提前拟好的谅解书给了他。 他收下后, 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恨不得撕了我。 我依旧微笑地看着他, 爸, 祝你以后的日子, 平安。 三天后, 货到港了, 但是钱, 我不会付的。 按照原计划, 我给Frank发了邮件, 货品质量低劣, 无法通过我们的检验, 请自费运回。 Frank向我哭诉, 我直接挂断了他的来电。 我爸更忙了, 忙着兜底, 忙着骂Frank, 忙着让他背锅。 那天夜里, 高斯给我打了个电话。 隐隐, 你爸可能真的撞邪了, 接连出事。 我知道, 从你回来那天起, 他就一直不顺, 你说他, 高斯说着突然停下了, 隐隐, 是你。 不可能不可能, 我没承认, 也没反驳。 高斯就知道了, 他沉默许久, 只说了一句, Frank是无辜的。 我掉门提高, 反问了他一句, 难道我不是无辜的吗? 做坏人是要被反噬的。 没出几天, Frank堵了我的门。 是高斯太担心朋友, 告诉了他, 这就是我们妇女打擂台, 他只要不参与, 最后是不可能把他拉下水的。 但Frank并没有高斯想得那么简单, 我爸给他案的罪名是贪污, 他之所以慌了, 是因为他侦探了。 得知我就是Janny Hall, 他立刻去跟我爸求饶, 被告知, 只要逼我付了款, 之前的一切就烟消云散。 Frank满脑子是活下去, 所以他此刻站在我面前, 手里还拿着一把壁纸刀。 高斯啊, 高斯, 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长大? 臭娘们, 现在付款我放过你, 不放过我你打算干什么? 我要你命。 Frank, 我们做个交易, 我知道这件事你是无辜的, 所以事情结束后, 我给你补二百万, 这足以弥补你受的委屈。 Frank思考了一下, 没同意, 看来他贪了真的不少, 足以判刑。 我有点慌了, 刚刚他进来前, 我就报了警, 现在还没到, 我自己怎么可能干得过一个大男人。 Frank冲了过来, 逼着我付款。 你放开他? 是高斯。 高斯, 你还帮他? Frank, 你这是在犯罪啊, 周卫光在害你, 你不明白吗? 可Frank已经钻进牛角尖, 想不到这些, 两个人扭打起来。 我只知道, 这臭娘们骗了我, 我要弄死他。 我赶紧冲上去, 扒开Frank, 场面非常混乱, 终于警察来了。 我们才停下来, 他们把Frank靠起来了, 可高斯却没有站起来, 他的腹部在流血。 我爸知道, 高斯被刺伤住院的事情之后, 来找了我。 如果我不付款, 就把我和杨玉成的身份报出去。 我是虾兵蟹匠不担心, 但杨玉成不是, 这个圈子可能就混不下去了。 我气得牙痒痒。 此时, 杨玉成出现了, 他看了看依旧躺在ICU的高斯, 说了他的计划。 他用了折中的办法, 收了那些货。 既然您已经下了结论, 那批货质量不行, 为了保住所有人的信誉, 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处理。 我已经找到了鉴定机构, 确定那批货质量低下, 但为了保证合作的友好, 所以还是会收。 对前后付款态度的不同, 公司的解释是, 珍妮对货物要求高, 因此态度严厉。 不愧是大老板, 钱上人情上都做了安抚, 还顺便抬了一下公司严格把关的水平。 杨玉晨像是一个眼睛盯着结果的成功人, 有结果的事情他就出手, 没结果的事情不浪费时间。 而高斯是一种大树对小草的呵护, 卑微到尘埃的守护, 决绝到没有自我的保护。 我爸威胁我之后, 我对高斯又心疼又恼怒, 一切都在计划之中, 他只要跟着我的节奏走就好。 偏偏多此一举, 看到我的沉思, 杨玉晨忽然开口, 愧疚了, 我被戳穿了, 但嘴硬, 没有。 那你要做什么? 以身相许, 我用眼神指了指, 还用着呼吸机的高斯。 我,杨玉晨依旧冷静, 你这么紧张他, 是因为内疚, 还是根本就放不下。 此刻的杨玉晨, 虽然依旧是成熟稳重, 万事胸有成竹的风度, 但口气里, 我听得出来, 带着一丝气。 我没见过杨玉晨发火, 但我知道他什么时候生气。 在我和他的关系中, 一开始就是刻意地接近和利用, 所以面对他的质问, 我答不上来。 对不起, 我利用了你。 杨玉晨的眸子冷了下来。 周盈盈,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 除了努力, 你和我一样, 不达目的不罢休。 现在, 你的目的达到了吗? 我被问住了。 没有, 计划刚刚过半, 可我的心境, 已经像转过一圈一样疲惫。 高斯, 注定和你走不到一起, 还会在过程中拖累你, 他爱你, 但爱也会拖累人。 杨玉晨目光有神, 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是抵达目标, 还是不计后果, 停在原地享受爱意。 说完, 他就大步离开了。 高斯醒过来的时候, 已经是两天后了。 他苏醒过来的那一刻, 我就离开了。 杨玉晨骂醒了我, 我需要一个结果, 我妈需要一份宫廷。 这个目的地, 我即将走到, 我为什么要停下来? 我把这些年, 他打给我的钱都取了出来, 交给了护士, 把医药费都结算了。 留下了一张纸条, 高斯, 谢谢你。 我就离开了。 高斯就像我年少时的温暖, 会在寂静无人时跳出来, 让我知道, 这世界上, 我不是那个被抛弃的, 我身边还有一个少年。 可人终究要走出去, 可走出去的时候, 高斯的温暖, 却成了一种负累。 我现在还有没完成的事情, 我爸还悠哉得蹦大, 不做完这些, 我是不会停下看来的。 我看着手李老的, 不成样子的日记本, 小心翼翼地翻着。 这些年, 我撑不下去的时候, 就会拿出来。 我妈名叫于晴, 十九岁那年, 遇到了最久倒在路边的我爸, 她好心把她送回家, 又把她扶到了椅子上。 就在一来一回间, 我爸向她倾诉了心中的苦闷。 她开了家养鸡场, 两百多只鸡一夜之间全部死亡, 她连夜把鸡都宰杀, 然后送进了批发市场。 事发后, 她被警察抓走, 被判拘一三个月, 因为她竟然销售疾病死亡的鸡。 出来以后才发现, 她老婆走了, 还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 我爸满世界找人找不到, 每天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我妈见到的醉酒倒地的场景, 是她的日常。 有些女人, 天生以为自己就是救世主。 她出于同情跟她做朋友, 又出于信任参与她的所谓创业, 最后懵懵懂懂地 成为她身边的女人。 二十岁那年, 她生下了女儿, 也就是我。 三十七岁的周卫光 卖了白银布剑, 成了当年投资成功的典范。 后来的十几年, 她陪着他争江阔土, 做了不少生意。 但一直因为 我爸找不到原配的踪迹, 无法离婚, 跟我妈也就一直没领证。 事业稳定后, 年近半百的我爸 想让我妈再生个儿子, 彼时的我妈 已经三十四岁了, 年龄大, 再加上常年作息不规律, 怀孕后不到三个月 孩子就流产了。 我爸指责他不用心, 两人大吵一架。 后来, 那个女人回来了, 可笑的是, 俩人竟然滚在一起, 还竟然怀上了。 五十岁的我爸, 义无反顾地 抛弃了我妈。 这些, 是我妈去世后, 我翻她的遗物找到的。 本来, 我是埋怨她的, 女人干什么不好, 偏偏要做个小三。 后来, 我才知道真相。 周卫光, 你的钱, 不都是跟我妈在一起 时挣到的? 现在, 却虐死她之后, 快快乐乐地 跟另一个女人话。 这世界上, 没有这么简单的事。 一个月后, 我又去了一趟警察局。 这一次, 那个女人必须死。 您好, 我要报案, 殴打致死。 警察愣住了, 什么? 致死。 我们又坐在了那个房间。 那个女人暴跳如雷。 你胡说什么? 你妈癌症死的, 谁都知道。 我冷冷地看着她, 那天在豆浆店, 所有人都看到了。 你把我妈打得吐血, 她是癌症不假, 但也不是那天就要死, 就在胡记那家, 所有人都看到了。 你们可以去问老板。 我爸看我出大招, 开始说谎。 你妈跟那老板不清不楚, 也很长时间了, 那作证能信吗? 我就知道,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 什么谎话都编得出来。 我像是失望透顶一样, 冷冷地看着她。 爸, 你非要这样逼我吗? 这女人杀了我妈, 我想把她绳之以法, 不可以吗? 你必须这样, 是非不分吗? 周卫光, 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机会, 算是全了我们妇女之情。 你保她, 就别怪我了。 傻孩子, 都说胡话了。 警察转头看我, 除了人证, 还有其他证据吗? 殴打至死是需要直接证据, 证明是对方造成的伤导致死亡。 我继继续看着她们, 扯出一丝笑容。 有, 三人一起问我, 什么? 验尸报告, 那女人这一次进去, 比上一次还快, 因为证据足够直接。 我爸被我折磨得没了心气, 也不跟我绕弯子了。 这次, 你要多少?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想看她坐牢。 这不算完, 我妈日记里的事情, 和那份验尸报告, 我发在了很多地方。 在见我爸的时候, 她苍老了很多。 周家的生意完全停摆, 做实体就是这样, 现金流一旦断了, 银行第一时间找上来, 几十年的耕耘会一息破灭。 为了还贷款, 我爸卖了家里的房子, 和他的儿子住在一个平房里, 地方很大, 条件一般。 我进门的时候, 我那个比我矮一些的弟弟 冲上来要揍我。 我握着他的手腕, 用力地压下去。 呵, 再过几年, 我还真打不过他了。 他嘴里也不干净, 骂着和那个女人一样的话。 婊子, 当年怎么没跟狐狸精一起去死呢? 害人惊, 我冷笑着, 纠战雀巢, 就还挺有礼了。 他暴跳如雷, 周卫光见是拦住了他。 周家已经落败了, 你满意了。 我笑了笑, 一字一顿, 关我什么事, 我的声音, 冷漠得像当年那个无情的父亲。 事情处理完毕, 我准备回上海。 酒店门口, 杨玉晨等在那里, 奇长的身影斜靠在车窗上, 很帅。 他拉着我手, 走, 去哪儿? 告诉咱妈, 回去就领证, 我们要结婚了。 好事。 好事。 感谢观看